当每个人手上的智慧型手机都能拍照时 如何拍得美 拍得漂亮 拍得有创意 就变成大家愿意花点心思去做的一件事 为了因应大家的需求 各式的相片后置APP 也一直是应用软体下载排行榜的前几名 一般人拍照时多少都会挑个好角度 复制美化一下 或是找个适当的光线来凸显出自己的气质 但是在越来越强大的软体帮助下 相信也有不少的网友在虚拟世界里面看走了眼 随着现在APP的发达 我们从过去美肌的效果让皮肤看起来比较白嫩之外 现在好像对于脸的宽小 大小 或是说圆胖这些东西似乎也有一些不同的功能 过去你可能看 像现在我可能看起来脸比较远 可是如果我透过一个APP把它照完之后 我可以让我自己脸变瓜子脸哦 Deleview网路温度计从上万个网站 以关键字分析出十大修图APP生活大数据 第一名当然是台湾通讯软体榜首 麦相机 第二名美图秀秀 第三名B612 第四名是橡胶相机 其他还有Covie City朝自拍 美颜相机 美妆相机 MyCane等等 许多可能原本在电脑上面才能满足的修图功能 通通在这部分都可以满足了 因此我才会个人认为说 现在其实如果你是要让照片部分来讲 有一定的品质跟水准 但是又不希望说花到非常高档的 数位单影相机的情况之下 那你就可以考虑 这些不同的APP所带给你的要求跟效果了 网路的虚拟世界中真假难辨 虽然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留下的照片 都能每到让人惊艳赞叹 不过大家在申请证件时 可别用错照片哦 免得在虚实不分的情况下 产生了麻烦